东景您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Right here, right now 我们的权力就在此时此地 这就是第18届国际艾滋病大会的主题 所以在这次国际艾滋病大会上 有许多会场上都在讨论这样一个话题 就是如何来保护艾滋病感染者权利 这样的一个方法 那么普遍认为通过法律手段 来保护艾滋病感染者的权利 是最有效的法律手段之一 那么今天早上我就采访了这样一场会议 在这场会议上 与会的代表讨论了亚洲五国的国家 如何向艾滋病感染者提供法律服务 和如何保护艾滋病感染者法律权益的 这样的一个会议 那么在这个会议上 有一位来自中国的代表 那么我把他叫到这个节目的现场 让他谈一谈中国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 他是来自中国云南的夏东华女士 夏东华女士请请你首先 给我们的观众和听众介绍一下 中国在这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好的谢谢 就是我觉得其实中国从那个2004年到现在 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就希望从那个立法的角度来保护感染者的 各方来保护感染者的权利 比如说他们在就业就业保险等等方面的权利 那么这些这些法律法规就包括在那个2004年的时候 全国人大在全国人大在修订传染病防治法的时候 就专门增加了一个条款 这个条款是说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 不得歧视传染病病病人 那么这样就包括了 艾滋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 那么之后是在那个2006年的1月份 国务院又为了艾滋病专门出台了一个艾滋病的条例 那这个条例的话 其实是中国有史以来专门为艾滋病出台的一个法规 那这个法规的就在这个条例当中 它就更加清楚的明确了 就是感染者从立法的角度上 它有些什么样的权益 比如说在这个条例它就明确的规定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艾滋病毒感染者 艾滋病病人及其他们的家属 那么艾滋病毒感染者病人和家属 他们在那个就是婚姻 就业就医保险等等方面 就是和普通人拥有同样的 拥有同样的那个权益 这个是2006年 那么到了2007年的8月份 全国人大又通过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就业促进法 那在这个法律当中 它也提到就它也提到过 任何单位和个人 任何单位在那个去招录人员的时候 不得已是传染病病人为由而拒绝录用 那么这个条例 这个法律本身主要是从那个 就是主要是为了保护感染者在就业方面的权利 然后之后就是比较新的是在那个 就是去年的7月份 就是2009年的7月份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又出台了一个新的文件 那么这个文件上 这个文件就要求中国所有的保险公司 要删除与艾滋病相关的一个免责条款 那么这个免责条款的删除也就意味着 感者和普通人一样能够购买 能够购买人身就是意外伤害保险 同时能够享有同等的保险利益和理赔和那个理赔的权利 那么今天早上我在这个会议会上的时候也说到过 就这个保险的新政策的出台 其实是 其实是它是一个很 在中国就是像那个云南带土药物资料康复中心 和那个AppCastle等等很多机构 很多人一起倡导最终努力的结果 才出台了这样一个新的文件 那可能最新的就是在今年的 今年的四月份 中国政府又解除了对那个外籍感染者 入境中国的一个旅行禁令 那我自己其实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真的是非常非常高兴 我当时做的一件 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写了封email给我在澳大利亚的一个同事 那这个同事的话 他本身是一个感染者 就他曾经给我讲过一件事情 让我记忆非常深刻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上一届 国际爱自民大会是在那个墨西哥举行的 那么当时我的这个澳大利亚的朋友 他要去参加那个大会 他需要从那个澳大利亚去飞到墨西哥 他查了很多那个飞行路径 发现若干的飞行路径都是需要 要先进转 要先到美国 然后才能到墨西哥 但是当时在08年的时候 美国还没有解除对甘蔗的旅行经历 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感触很深 就是因为当时我自己也去墨西哥 也参加了那个大会 但是当我在想 我如果从中国飞到墨西哥的时候 我只要想 我如果可能在 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 花最少的钱飞到那边 但是我不需要考虑 墨西哥是否有对甘蔗的旅行经历 或者它周边的城市是否有 那么其实这个 阿道利亚这个甘蔗 或者是任何一个甘蔗 当他们每一次出国 每一次出国需要坐飞机的时候 他们都需要考虑 我将要去的那个目的地 是否有对感染者的旅行经历 或者是我将要经过的国家 是什么样的情况 所以这件事情对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我觉得通过它让我很明白 就这样一个条例 这样可能在普通人的眼里面 普通人的眼里面 并不起眼的一个这样一行字 但对他们的生活和工作 会有很大的影响 说到这我要打断你一下 在中国宣布取消外籍艾滋病感染者 可以入境这个禁令以后呢 或者是在以前 中国媒体做过一个调查 对中国民众做一个调查 结果呢并不令人十分的满意 是非常的感到令人的失望 80%以上的中国的老百姓认为 反对中国政府不应该这样做 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对就是您讲的很对 其实我刚好也看到过这个调查 它实际上是在那个2000 就是今年的三月份 也就是说在那个中国解除 这个旅行禁令的一个月之前 是由那个中国日报和搜 和那个搜狐网站 他们在网上做了一个这样的调查 有4000个网民参加 其中就像你说的8% 大概是84%的人 都反对中国能够松动 这样的禁令 那我觉得这个说明一个问题 就说明 而且通过那个调查 其实我们也发 通过那个调查也发现 其实很多网民 它是具有一定的艾滋病支持的 但是我想可能 他们之所以对这个 对这个新的政策不理解 是因为 是因为他们对艾滋病的支持的 我觉得还 艾滋病的支持的 这个掌握还不够深入 其实还没有一个 很科学的认识 那么其实我们知道 也就意味着我们在今后 还是要做更多 更深入的宣传的工作 就像我的一个朋友跟我说 就是我们现在在中国 做了很多宣传工作 但是这些 这些起到了宣传的作用 但是不足以 能够说服他们 去坐下来喝干啥 去吃顿饭 去喝干啥 去交朋友 在今年的一月份 美国取消了这个禁令以后 然后下一届 就19届国际艾滋病大会 在两年以后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 那么紧接着4月份 中国也取消了 这个外籍感染者 可以进入中国的这个禁令 你认为 中国应该不应该 也去申办一次 下一届 比如说第20届 国际艾滋病大会 因为中国呢 已经成功的举办了奥运会 中国今年又正在举办 世博会 中国应该不应该去申办一次国际艾滋病大会 我觉得非常 我觉得非常应该 然后我自己也非常 也非常期待 其实像 像今天我们参加这个国际艾滋病大会 它的它在艾滋病的防治领域就等同于是体育界的这个奥运会 所以我真的非常期待 也许在未来的2014年 或者是2016年 那么这样的国际艾滋病大会 能够在北京 能够在中国 也许就在北京 能够举行 因为我相信 就中国有能力承担 就承办这样的会议 而且经过过去十多年的摸索和 摸索和探索 我觉得中国也有很多经验 能够和全世界的 全世界的其他同行分享 同时也希望 就中国能够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 让更多的全世界各国的做艾滋病 防止工作的人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交流 我们期待着 最后一个问题 刚才你介绍了中国 也出台了许多法规和法律 保护艾滋病感染者的利益 那么在实施的时候 存在不存在哪些方面的一些问题 实施的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实施的问题是肯定存在的 而且它总是存在的 因为所有的好的政策 绝不意味着它一定会有好的实施 那我觉得在实施方面 就存在的一个问题 就是第一个问题是说 就比如说我刚刚提到过 就是艾滋病的防治 就是传病防治法和艾滋病条例 它都规定了 就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 不得歧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但是问题是 它在法律当中没有对歧视 做一个很清楚的法律上的界定 就没有说明 在何种情况下的何种行为 能够被界定成歧视 那所以就使得这个法律本身 在实践当中 它的操作性是比较弱的 那么对感染者能够形成的 形成的法律保护也会比较有限 那举个例子说在2005年的时候 有一个乙肝的携带者 那么他是在找工作的时候 受到了歧视 所以他就把用人单位 就是告上了法庭 那么在上庭的时候 法官就告诉这个乙肝携带者说 虽然传染病防治法 讲说了不得歧视 但是这个实在是太抽象了 我们法官没有办法 根据这个法律来做判决 那么最终这个乙肝携带者 他是以那个败诉而告终的 那么值得一提的是说 乙肝的传染病病附近 和艾滋病的传染病途径是一样的 也就意味着 那么发生在乙肝携带者的 这个身上的这个维权的败算 就也有可能发生在 艾滋病病毒肝者 或者其他传染病病人的身上 这个是第一 就是没有 法律上对歧视 没有一个新细的界定 然后第二个还存在的问题 就是这两个法律法规 传染病防治法和艾滋病条理 他们也没有 就是这两个法律 也没有对实施歧视的 个人和单位的法律责任 做了一个明确的规定 那也就意味着 我即便对你 对肝者实施了歧视 我不一定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也就意味着 我的违法的成本是很低的 甚至于等于 那么与此相对应的是 对于肝者来说 他们的维权的成本是很高的 因为在整个维权的过程当中 通过法律可能是协商 也可能是打官司 那么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需要 他们会更进一步的 暴露他们肝者的身份 而这种身份的暴露 可能会对他们的生活 产生更多的负面影响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来自中国云南的 参加第18届国际艾滋病大会的代表 夏东华女士 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在这里提醒我们的各位观众和听众 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 有专门报导第18届国际艾滋病大会的专栏 欢迎您登陆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浏览最新的印象报道和文字资料 我们的中文网址是www.voachinese.com 现在我把时间交还 华盛顿演播室的东宁 东宁